好 同樣也在今天副業要來看都是在臺北市的永樂市場 因為有蔬果攤商去北農批貨而去檢 市場第一時間已經緊急匡列了周邊九間攤位 攤位都是停業隔離的 隨後市場也休業三天進行了大消毒 那麼一百六十位攤商也全部做了篩檢 就在今天重新來開張 不過實際觀察下來人潮大不如前 市場周邊的大稻城 迪化街商圈現在看起來都很蕭條 另外像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老字號麵攤 先前排隊還不一定買得到 但是如今萊克樹只剩下三分之一 外宿內染紅燒肉搭配獨門沾醬 大道城商圈裡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老字號麵攤 也難敵疫情重場 比較誇張排到這個路的路口 萊克樹明顯減少很多 我們最近東西準備很少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量 連排隊名店萊克樹都只剩三分之一 學生加商的四大道城迪化商圈內 永樂市場有攤商到北農批火確診 消息一出整個商圈生意一落前障 早上七點 差不多已經早了 差不多現在到現在為止不到十個 最少少一半吧 最近這邊比較嚴重 所以就人又更少了 一定大家會怕嘛 米粉吸飽先舔其餘湯頭 小有名氣的傳統早餐飄香就是沒有客人上門 而越靠近永樂市場越蕭條 知名地標峽海城隍廟香火 鼎盛的這個月老廟 現在香客也是稀稀落落 峽海城隍廟錦麟永樂市場 連門口遠遠參拜的香客都少了許多 市場攤販確診 蕭條氛圍周遭就可以明顯感受 走進市場內部更是慘淡 攤位上堆滿工具杂物 只留下一張停業公告 確診攤位周邊一共9家攤商 受到波及匡列隔離14天 其他單商休業三天重新開張 但是人潮早就回不來了 根本就沒有生意啊 沒有人進來啊 尤其這兩天都最嚴重 這件比大家少了幾次 少了九成 疫情的關係大家都會害怕 其實我們這邊都已經 昨天都已經都快篩中心醫院 他們設了一個永樂專案 結果整個市場都去快篩兼PCR 28號趁著周一休市 永樂市場160位攤商完成篩檢 快篩都是陰性 一樓場域也全面消毒 就凡客人安心再上門 接著藍金發意向元 SNG小組採訪報導